3月1日星期五的晚播 我写了一首打游诗 曾经提到准备大长沽 今天就发布大长沽的YouTube 有朋友问起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投资炒卖的策略 什么是大长沽呢? 名字一定是源自韩剧的 是一个大长沽 其实也有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 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 譬如看股市上的时候 大家就买股票 看股市跌的时候 你不容易抛空股票 因为抛空股票是在香港犯法的 你要有预先安排 看跌的时候 唯有用一个沽空的期指 去做动作去赚钱 也可能是可以适时的时候 善用杠杆去赚取利润 大长沽可以如何操作呢? 其实可以全费 这是我去年年尾的时候 有一个投资班的同学来问我 他说狗说我看淡 我就全费 为什么叫全费呢? 就是说一张小期的合约是10元1点 假设是30万点的时候 就是说一张小期的合约大概是30万的风险 等于就是升... 如果沽了一张 你升1%的时候就输3000元 跌2%的时候就等于你赚了6000元 这就是一个叫全费 就是说你已经放了30万进去的旗子 按金户口那里 就变成所有的上落 就直接与你的按金 就是与你的指数上来成比例 我后面也跟他说 其实你不需要放30万进去的 你可能只需要用3倍的杠杆 什么叫3倍杠杆 就是说你用10万元的按金放进去 10万元的按金你满足了 譬如需要大概3万元的期指按金 然后就有7万元的浮动按金 7万元对一张小期来说代表了7000点 当你沽假设29000的话 代表了36000以下 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按金添加 7000点 如果去到36000就不用去到这么高 我想去到33000就可能牛市重临 很多问题都会出现了对你的沽盘 不应该差这么厉害 所以变成相对的风险应该是这样的看法 做了一些大长沽之后 通常交易员都会用二选一的位置 譬如订定31,500至26,000 分别是止蚀或者止赚的位置 一开盘之后 大长沽的目的就是要等候到达目标 才能动手平仓 当然期间如果市况极端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些短期间的对冲 令到它突然之间下跌了1000点 你可以平了它再高两三八点再沽 目标就是要你继续持有沽盘过夜 简单地说几个指数 在2018年到今年初的时候波动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图上有很多红色的圆圈 大概是标准普尔指数期货 是2800至2840的反弹目标区域 在2018年1月的时候 标准普尔指数期货的大跌 以及在10月的时候的急跌 不其然在大跌之后的反弹 也是上去到2800的水平 如果我们现在看基本面未转变好的时候 甚至乎逐渐转坏 譬如很多房屋数字 领先指标、消费者信心 各样都会有一个经济面影响的时候 那技术层面向上会不会有偏差呢? 另外一个是12月到现在上升浪的成交 跟第四季下跌的完全不能配合 只不过我相信大概是粗略的 大概只有八成左右 到底是否可以支持一个反弹呢? 不过当然,看淡也好 在上几次跌穿了10天200天平均线 可能才会有反弹的终结 而200天平均线就是在蓝色线的部分 你看上年10月的时候 几次都超越了 但是一跌穿的时候 跌势也相当急 当然,我们看10天平均线 跌穿了金浪上升的时候 我都在《晚报》经常提到 首先是一个警号 专了10天的时候也会留意 可能会有下跌的风险 其实星期五晚就在10天 一直剷到上去2800楼上 这就让大家都觉得 可能会有继续机会上升 下一个图看,这是一个恒指来的 2018年 你看看左边的圆圈 就是美股狂升之后 恒生指数也做到33500的高位 看到因为左边的蓝色的箭嘴 所以MACD有一个沽信号就向下 21月的时候就是这样 另外,6月的时候 因为3、4月开始 中美开始有贸易磨擦 到6月的时候 美元也上升 跌穿了250天平均线 就是一条蓝色的部分 接着连续跌了4个月 跌到25000楼下 还行两个月 从1月开始的时候就反弹了 现在的反弹是刚刚去到29000点 就是在右手边的圆圈 绿色箭嘴的部分 刚刚是整个下跌浪的反弹0.5 而刚好在MACD的蓝色箭嘴右手边 中间就有一个沽的信号 是否代表反弹就已经完结呢? 2018年也没办法不看上证指数的走势 上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 我也不敢乱说 因为有时候找不到什么原因 去年为什么持续弱势 在农历年过年之前 上证收了在20周流上 大概在2600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从2018年1月大跌以来的第一次收尊账 会不会今年做好 果然它已经在一个月内连续升了超过15% 无视了所有技术分析或超买 总之抵达了0.5的反弹 就是现在中间红色圈的部分 如果这个升势能够继续持续 甚至超过 也可能会拉高了恒指 大家这也要留意的 我突然说Buy & Ho 一个长远的投资策略 其实可能认识我的朋友 都会说九哥只不过是看淡淡油 其实不是的 在投资班上 我这个图跟大家重复了很多次 我说蓝色的部分代表了牛市 这个图怎么看呢? 过去超过100年指数的上落 在这里大概看到 蓝色橫行的时候代表连过了多少年 向上代表连过了多少倍 1-10倍 你看左手边的数字 其实你可以看到主要股市的时间都是牛市 蓝色的时候就是牛市 只不过有时候进入橙色的区域 你可以看在右手边下面 我们有两个橙色的区域 就是2.5年的方网爆破了之后 跌了2.5年 跌超过20% 其实最低的时候跌到42% 没有了接近一半 上次蓝色曼爆破的时候 只是过了熊市 去了1.4年 跌了近49% 那会不会我们进入一些亢奋的时候 就是说这些可能的大跌市 就会具备一些先决的条件呢? 去年1月和10月都发生过 2019年发生在美股牛市 安康10岁生日的3月 刚刚这个星期就是10岁了 降牛市 会不会有特别大风险呢? 我不会跟你说10岁 接着就会不行的 不过到时大家会多多一样东西说的 是这个原因的 大肠股是需要计划的 其实什么都需要计划的 你看看上面的图 我说过就是牛市的时间这么长的时候 大肠股的策略只可以偶一为之 当我们发觉基本面和技术分析的差异 就是我们感觉到基本面开始变化 而技术分析可能有买上的讯号的时候 或者这会产生一种反弹 令我们觉得已经回复正常的感觉 我们会不会适当的时候 运用一些相反的理论 如果运用的时候可能心态相当孤独 也很空虚 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古神所说的 人取我语的意境差不多 我通常都比较拥抱着 很享受的那种相反理论提出时候的恐惧 对于比较保守的投资 也可以等待跌穿了200天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 跌穿了200天之后 确定可能反弹完毕 这也是可以再等的 最重要的一点 我不觉得交易员应该要开着沽盘 等坏消息出现 因为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有关大长沽这些计划 其实我有很多资料 会在下星期二 应该是过两天 这个星期二 即是3月5日开始的 期资期权特分班里面讨论 以及在相关的讨论群组和同学 更详细的解释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的描述 内的有关联织 大家可以看怎样去参加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提问 我有一个严正的声明 就是说 这个大长沽并不是任何的交易建议 你千万不能盲目跟进 因为有很多风险管理要留意 请你资讯自己的投资顾问 看看是否适合做这个衍生工具 因为衍生工具的做法 会涉及杠杆 和会令本金全部的损失 你也要留意 这次说到大长沽 这一集没有基本分析 可以看看在视频里面 有关我对2019年预测的连结 特别是第1、2集说到 全球债务和中美的贸易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面 和狗哥.com的网址提出问题 我会尽快作答 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和订阅频道 记得点个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